但是也有一個問題想問 你剛剛講到說像三埔春 你知道他春馬對不對 春馬他因為他要學中文 那當然會不會有時候是比較不練等 然後會你們會笑場嗎 就在對戲的過程中 其實不會 他練得很好這樣 他練得還不錯 對 因為有一場戲是你們在樓梯間 可能你請他去試探說 到底這個回來的人是誰 然後你們那場戲就比較激動 有很多情緒都要上來了 那那種是就是one take嗎 還是事實上 沒有其實我們來了蠻多次的 然後當然中間 因為那場戲幾乎都是 一個鏡頭從頭到尾 一個鏡頭從頭到尾 對 那中間導演有做了一些 細微的小修正 都是非常非常細微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演員 當然就是可以從導演上需要很多 但是在跟不同演員對戲的時候 確實那樣的撞擊 或許也會給你有一些 表演上的心靈感嗎 對會會會 因為我覺得在 呃 當然我對自己的角色必須是了解的 但因為我不知道純馬 怎麼看他的角色 然後這場戲可能也從來沒拍過 然後當兩個人對於對方 有一些想像 當這樣碰撞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出乎自己意料的東西 對 那個部分是非常好玩的 嗯 不過在這當中 你演的也是深情的好男人 跟過去的不同電影 就是深情好男人 你覺得那個 深情表現的方式或層次 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我覺得 深情嘛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我這次的角色 他很真實 其實我是非常喜歡的 你剛剛說深情嗎 你覺得這個角色不算深情嗎 他也算 他算 他也算 他非常算 因為你想 我覺得啦 我從女性的角度 為什麼 因為這兩個長得一模一樣 可是個性不一樣 那講男聽點 反正活著回來的人 他說他是我老婆 就跟他在一起 對不對 就 那但是你沒有 因為你覺得有變化了 不一樣了 對不對 嗯 沒有 就我覺得對 可是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另外一個 可以講 當然 男主角是你喔 講講講 那就我覺得 呃 其實我 當然我覺得 剛剛那個我覺得也是對 是一種看法 對 但我覺得 其實他是自私的 為什麼 我覺得 其實在我看來 我覺得 他最愛的或許 或許是他自己 哦 對對對 就是當 自我這件事情 受到動搖的時候 嗯 對 然後他最後選擇 是自己的 我覺得 他不想在那樣的困惑裡面 對對對 你今天話講得很多 很好 是 是什麼有這樣的改變啊 對 我有給自己功課 啊 啊 對 對